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编程 沈先生一生写下了多部小说和散文集 但是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 编程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编程奠定了沈从文先生 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迄今为止 编程被翻译成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 并且被美日韩英等国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选进了他们的大学课本 而1984年 由编程改编的电影编程上映了 也是一样的令观众惊艳 由影评人这样写道 说整个电影完全还原了小说中湘西的特色和景致 对于沈从文文字中的那种相吐气和深沉的情感的把握也相当准确 湘西在电影中有种写意化的感觉 这就使得电影相当失忆 那么是怎么样的一本小说成就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呢 我们先来看小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他讲述了民国初年在湘西边境 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里 有一个老船夫守着一条渡船 帮来往的人渡河 他与自己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 17年前翠翠的母亲与一名屯树军士未婚生子 后来二人双双殉情 老船夫不希望自己的孙女翠翠重蹈他妈妈的覆辙 一心想把他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 茶洞城里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 大老天宝和二老挪颂 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 可是翠翠呢爱的是二老 三年前的端午节夜晚 翠翠偶然邂逅了二老 感情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埋下 后来兄弟俩决定用唱情歌的方式 让翠翠选择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歌声没有再传来 随后却传来了大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瘫 意外落水遇难的恶号 二老挪颂虽然仍然爱着翠翠 但因为哥哥的死赌气出走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老船夫抑郁而死 翠翠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 于是他守着渡船 等待二老的回来 小说的写作背景 据说是源于作者的一次返乡经历 1933年夏天 沈从文携夫人游牢山 在一条名叫九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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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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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